最近一天得了感冒不太舒服 所以讲一个轻松的话题 意大利机床与中国建压林 可能有观众会觉得 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不是扯淡嘛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直到我躺在床上时刷到了这个视频 马斯克用巨型一体化压筑机 生产特斯拉 和原本的冲压加焊接技术不同 一体化压筑是将融化的液态金属注入模具 再冷却形成固体逐渐 通过这一过程 几十个复杂的零部件被整合在一起 原本一到两小时的工序 缩减为三到五分钟 相关零件重量下降百分之三十 生产成本降低百分之四十 而影片中出现的这种机器 则来自意大利的伊德拉公司 其头产的两款产品 GIGAPLESS 6000和GIGAPLESS 9000 分别因为生产MODY和Cyberchark 但如果使用简体中文 搜索亚筑机和特斯拉 这会显示出中国巨型一体化亚筑机 助力特斯拉的结果 你可能无法相信 特斯拉工厂内的最大机器 竟然是中国的 无论是目前MODY使用的 6000吨压筑机 还是未来Cyberchark使用的 9000吨压筑机 这都是中国人的 硬要这么说 倒也不是不行 伊德拉公司从2016年起 并被中国力竞集团全职收购 目前是其全职子公司 只不过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人家都会说 这是意大利的压筑机 而不是中国的 毕竟其设计和制造 都在意大利本土完成 机制上贴的也是三摄旗 而不是五星期 一派胡言 我感到非常气愤 然而这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以此 意大利的尖端工业水平究竟如何 二是还有多少像 力竞集团 并购易德拉这样的案例 而这不收不知道 易收不得了 一体化压筑属于老技术新应用 中国的布局还比较少 真正的重载区 在与军工密切的 速控机床领域 首先还是得简单说一下 目前世界速控机床的 市场格局 按低中高分为三个档次的话 中国目前是打入了低端市场 靠跑量为主 中端则是日韩的天下 主打一个性价比 高端则全数为欧美企业 属于技术垄断级别 就是没有它 你就生产不出来的那种 而欧洲系著名的厂商 主要分布在 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四国 比如德国的吉特曼通块 瓦德里希科堡 瑞典的斯特拉格托纳斯 西班牙的达诺巴特博斯特 意大利的皮特坎来基和帕帕斯等 这些厂商做出来的产品各有独到之处 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毕竟不是工业项节目 感兴趣的话 各位可自行搜索 速控机床经常被称为工业字母 是整个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基础 咱们墙外很多人喜欢说 中国造不出高精度速控机床 只能靠进口 所以一定会被卡脖子 这种说法就有些不太准确了 中国的速控机床目前并不差在精度 而是差在可靠性和效率上 以军工上常用的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来说 其中的一个关键指标 叫做进击速度 也就是刀头每分钟能走多少距离 欧美厂商的速度 可达50到60米每分钟 甚至快等到100米 但国产机床 可能就只有20米每分钟左右了 这个不是说你加上几个电机 它就能跑得更快 而是它要在跑得快的同时 保持定位精度和负位精度 不然的话 轻则是生产出一大堆费件 重则是直接把机床搞到报废 此外的一些关键不见 如刀头、主轴、疏控软件等 中国企业依旧依赖进口 这同样不是因为中国自己生产不出来 而也是效率问题 某些国产零件指标上 看着很美丽 但实际用起来 稳定性和可靠度 却远低于进口产品 可能你会说军工体系 不用去考虑这些 干就完事了 大不了多出一些废品 有14亿人买单就是了 用这种想法 做一做炮弹不香或许还行 但放在高精尖领域就行不通了 一架飞机上 三万个高精度零部间 你这里慢一点 那里慢一点 最终产能就低了 报兵就报不过人家 而如果降低标准 这会影响良品率 导致装备使用寿命下降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中俄系发动机 和美系发动机 大修间隔的差距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国际市场上 中国只能做低端的原因 看起来它产质庞大 但利润率不高 2021年 中国速控机床进口均价 为每台19.55万美元 但出口均价却只有1.92万美元 差值高达17.63万美元 而意大利这里则恰恰相反 根据计算协会统计的数据 2022年 意大利机床和自动化系统的产值 达72.81亿欧元 与2021年相比增长了15% 所售产品就为高端或定制化产品 我这里恰巧找到了一份法院判决案例 陕西股峰级公司 速人保财险北京公司 前者向CB法拉利公司 购置了三台五轴联动 速控叶片洗床 其中一台海运过程中遭到损坏 但后者拒绝赔付 经生理后 天津高级法院判决 后者向前者和机器原价 赔付59万欧元 注意这还是2008年的价格 顺便说明一下 这个法拉利和那个造车的法拉利 没什么关系 他们专精的是用一支 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洗销机床 目前已被北京第一机床厂全职收购 而前面提到的另一家德国领军企业 瓦德里希科堡 也已被北一机收归起下 在其官方网页上 两者均作为技术卖点出现 意大利的工业产品发展 一直都比较畸形 呈现出一个亚铃状分布 一头是最高端 一头是最低端 但缺少中间的部分 射点在设计上体现的油温明显 出得了费亚特和法拉利 但出不了大众和丰田 这种形态的好处 是容易在各自的专精领域卡位 主打一个高附加值 但缺点是难以形成大型企业集团 抗风险能力较弱 一旦大环境不好 就容易扛不住 就比如这个CP法拉利 它的厂子开在一个村子里 员工不过百来人 这种规模犯在中国都属于小微型企业了 所以一个背靠国务院的央企去收购 只要没有法律的限制 那还不是手到青来 不过今天故事的主角还不是它 而是另一家叫做MCM的公司 这家公司主打的是 卧室加控中心和自动化配件 技术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这个全球领先可不是某些中国企业自我吹嘘的那种 过于技术的我就不说了 我看不懂你也听不懂 来看它的客户列表就知道了 主要客户由法拉利 兰博金尼杜卡迪 波音空客汇补和通用动力 简而言之是下到V12 上到F135 全部都能给消出来 不过可惜的是 2014年MCM因严重的财务危机 而被浙江的日法经济收购了84%的股份 2016年又被收购剩下的16% 现在是其全职止公司 而且最屌的是 整场收购案只花费了2100万欧元 这里用抄底简陋都不足以形容 简直就是返乡的根子赔款 我要洋人死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 这种国之重器难道没有管空的吗 有当然有 但可以钻空子嘛 当时日法经济 是通过其在卢神堡成立的子公司进行的并购 所以法律以上算是卖给了欧洲公司 不算技术外流 其实很多类似的案子 都发生在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 当时中国企业评级的尚且良好的形象 和充足的资金 买下了不少欧美的关键技术型企业 我之所以能知道这些 那是因为日法经济 恰好是个丧失企业 是要披露信息的 并且这次并购案 也被他们当作一个重大战果来宣传 所以粉红也别急着喷我 这期节目里 我引用的全部都是官方资料 而并购案完成之后 技术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根据2015年9月的一份重标通知书 日法经济赢得了中韩集团旗下 汉中飞机公司的 总装卖动生产线系统的生产合同 总价值4.3亿人民币 据日法经济称 浙江市国内首条全制动卖动生产线项目 也是MCM公司JFMX软件 在中国的首次应用 卖动装备生产线 这几年大家经常听到 这一技术最得由波音率型应用 主要是用节拍移动 替代了原先的站装式配装 缩减了组装时间降低了生产成本 不过由于飞机回动 所以需要由软件进行监控 而JFMX系统干的就是这活 那么这条生产线是给谁用的呢 这里面甲方写的是中韩汉中公司 那么大概率是 散飞买去生产运9和运20的 然后再来看2018年6月的上市公司减评 MCM公司成为成飞集团 5坐标6欧转换加工中心 以及5坐标卧室加工中心的项目中标供应商 产品10套 中标金额1.58亿元 预计2018年年底前交付 那么这个时间段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G20开始快速服役 发动机的研制工作也渐入夹精 此外文中还提到 2014年日发经济并购MCM资金 该公司在国内市场一陆续承接南方航空动力项目 与其他主机厂如成飞西飞陈发和331厂的项目 也在持续积极推进之中 相信凭借着日发经济的这种关系 今后还会有更多MCM的产品 进入中国的军工生产体系 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 中国军工只会抄袭 完全没有自我研发水平呢 倒也不能这么说 即便有了设备 你也得有能力操作才行嘛 2022年的解放军包就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两天陈飞的工程师在车零件时 频繁出现零件损伤 经调研发现 这是因为传统的NAS-979原坠台时间 有设计缺限 无法检验技术在开壁角转换区间的加工精度 使得很多飞机零件加工难以完成 于是他们重新设计了一款S型世间 大概长这个样子 由于这种世间的上下两个曲线 在基准面上的投影重合 因此在测试过程中 需要多次开壁角转换 也就能充分演证几何精度、定位精度 多轴联动精度、五轴插补精度 和阵容特性等指标 因为率先解决了这些难题 该事件还入选为国际标准 当然了 最速被用来测试这款S型世间的 是意大利的另一家企业 帕帕斯生产的龙门加工中心 最后为了弥补一下粉红观众们 灿然落实的心情 我再说一点吧 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 其实也买了不少上述企业的产品 下次如果有人敢喷歼20工艺不行 你就跟他说 不是 应该是歼20KF35系数同盟 哪里会不行了 很多人喜欢说 中国工业门类期权市场忙大 所以关起门来造车也没有关系 这话说的非常片面 失去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流 你或许还能造 但绝对造不出好车 即便你认为你现在造的是好车 但时代是不断向前走的 你应该保证你一直都能这么好吗 别说中国了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以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来看 像之前的那种弯道抄底的机会 应该不会再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